示範 濃滅雙隊長 然後全魔配置的玩法 有些人可能想解很久的 可能會好奇說這個傷害血量怎麼樣 對 其實跟大家這邊稍微科普一下 隊長技能是你隊伍中要帶神跟魔才有最大的一個倍率 所以他這個全魔是最大倍率 但是也是可以出場 好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小妹這邊怎麼示範 好 那雖然是第一集嘛 對 就是他這個隊伍他路過去之後 會變成你起手符石的這個屬性這樣 喔 所以你光租起手就是一堆光 一坨光這樣子 欸 對 欸 不好意思 應該是放手時的符石這樣 這這一點就是如果你有帶牌珠的會有差別 如果你直接轉珠就沒差 你起手珠就是你有放手珠 好 這邊一開始是這個趴數盾喔 所以還不是完整的傷害 一開始就選擇這個呂布合體 那這裡水珠有冷凍 我們主動技能直接開下去就用手 好 直接開咒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隊 血量比較少要怎麼辦 噢 等一下 我這邊幫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如果說你開磨滅的主動技能 他有內建的隊友技能是可以直接擋死的 所以這隊基本上是可以一直開磨滅的技能 每回合都可以擋死 這個EP很快就回來了 而且這邊小妹還用到一個進階的操作 就是直接反手消 噢 直接過去了 這隊友內建的無視固定連擊盾 所以這邊直接正常轉就好了 噢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特性了 剛剛我們用這個靈蜜 這個作為隊長 就沒有無視固定連擊 可是這個磨滅就有 所以大家如果說 要無視指定的盾牌 那個雙隊長的搭配也是相當重要 然後現在我們隊長頭上這邊亮亮 就代表他這個狀態處罰 這個叫什麼狀態 殺戮模式 他就會追打 磨滅進入殺戮模式了 那殺戮模式進入的條件是 你要消除30顆光珠 他就會開始變 變那個 傷害變高 所以這隊 基本上剛才那個小妹操作是非常正確 就是一直嚕光珠 所以你一直消光珠 就會加速 進入這個殺戮模式 對的 然後這隊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是比較屬於速刷 你可以這樣子嚕出來 嚕一下要的自己 就好了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一坑一坑速刷也行 好 這邊的話我們直接打 這邊是 火以外入宮 所以我這邊 這樣子 他這樣就會追打火的出去 哦 然後這隊還有一個特性是 他會 你的結尾珠子 他會在追打那個屬性珠 所以剛才小妹幫我們示範到這一點 然後他這個追火鼠 作為結尾珠 他就可以追打火鼠這樣子 所以今天看你要什麼屬性傷害 你就可以 決定你的結尾珠子這樣子 好 那這邊是拼圖盾的一個部分 誒 他如果你怕如果是珠子太多破壞版面 你也可以這樣來回嚕就好了 他就不會出太多顆 哇 小訣竅 他可以來回嚕 OK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讓你的版面獲得控制 對 這邊我來稍微補充一件小事情 如果說你戴的黑金是這個 你是用新的武裝龍科 那你可以消一組八顆腐蝕 這樣子就可以吃到額外兩倍的一個增傷 所以我們用磨滅這個武裝龍科的話 可以注意你除了撕出來那種竹子 你也要消一組八顆這樣子 這是一個小訣竅 可以大家可以看這個操作 這個小細節在這裡 直接露出來的把它消掉就好了 對對對對對 直接露出來一組消掉 直接帶走 可以排除 好 那這邊是這個連擊 一樣直接 開技能 對 手消相同裝備 手消相同裝備 我數一下 345 1272 937 445 15 喔 這邊連數珠子 喔 因為我們這邊是可以直接露出來 10顆的一個主性珠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 數這個珠子 對對對對對 然後來決定 欸 這裡能不能消得到 哇 這邊很漂亮 可以 直接消乾淨 喔 增加到15康 這邊內建還有直接加10康這樣子 所以即使你手消不多 也是可以直接解高康盾 好 來到最終王關了 好 來到最終王關了 等數牆 開下去 直接過關 直接過關了嗎 喔 這邊有直接好好漂亮的版面喔 神版消除 直接帶走 太神啦 太神啦 直接大概就是全魔的一個主法 最後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這個不是這隊的完整形態 因為這隊要帶神跟魔 才能夠觸發隊長技能的最大倍率 所以剛才這個示範呢 就只是要解成就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組 喔 它是一個玩法 這樣子 這邊的一個隊伍 啊 跟大家做 給大家做一個示範 這邊是 這邊是可以解雙隊長相同的一個成就啦 好 這一進場的話 那就可以直接技能跳起來有沒有 好 話不多說 直接開下去 好 好 那重點是呢 我們可以透過拉角射珠 來讓天降變強化珠 所以我們可以記得這個操作 然後玩法呢 基本上呢 呃 跟剛剛差不多 就是可以 這個 欸 手燒六個直行 然後每個直行都是三顆 這樣子天降的 傷害會是最高的 哈哈哈哈 有沒有看到這傷害 多少 快 快要千億嗎 哈哈 重點是我們還沒有進入到沙漠模 沙路模式喔 各位 如果等一下進入到沙路模式那是更猛的 好 這一話我們就直接 再來進行手轉 有兩天是有人說這隊太油是不是 我想說就讓大家看一下油的配置 如果你們想看不油的話 我們剛才有示範過 我們剛才有打這個災二級 所以你們可以倒回去看一下 這隊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說 你是願意課金的玩家 到底能夠得到什麼遊戲體驗 我們就為大家示範這個 完整的遊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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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體驗 沒錯 喔 又看到這些地精 我們直接送他這個 一刀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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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再拉一個角色珠 好 接著再拉一個角色珠 感覺這隊如果說要拉的話 好像是 拉那個 秦始皇會比較好 秦始皇 它在旁邊 可以拉角色珠 好 那這的話 首消耀六組的屬性珠 所以我們多消點屬性珠 一刀砍下去 我們主要 沒有啦 我們有分工的啦 我們主要是 介紹技能的 聊天 那個是交給小妹 然後 直接開技能 你看這個技能其實是很快的嘛 我們那個每回合都可以開磨滅 好 雙隊長都是 0密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 也是都可以給他開下去 神三組合是倍率最低 對啊 你們想看那個倍率高的 其實就是松隊長不同 我們剛有示範過啦 打那個 齋二級的時候有 對 我們可以是 參考一下 主法蠻多的 當然 如果說學著這個傷害不 沒有符合你心目中的預期的話 欸 你可以組不同的隊長搭配嘛 畢竟這個 這次的是單邊隊長對不對 說不定後續 單邊隊長又全牛鵬 對 全牛鵬加上單邊隊長 說不定後續 又出一個什麼很強的單邊隊長 這樣一搭起來 又嗨起來了對不對 所以很難講啊 而且還 網路上還一堆神人 到時候又開發一個 不一樣的玩法 不一樣的主法 欸 又起飛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 今天直播 只是示範給大家一個 最保守的主法喔 就是這個 雙隊長 是這個 新年黑金 這個玩法 有待開發 有待各位開放 對 喔 手轉 八康 欸 沒轉到喔 哈哈哈哈 哇 哇 節目效果 失誤了 做效果 做效果 不要笑死我 媽媽 做個什麼效果 做個效果 做個效果 偷笑果 接下來要認真短了 各位 為了毀滅地球 我抽了 哈哈哈哈 你是指那個特效嗎 對 切稀薄 這次 特效就把地球給切開來 蠻酷的 大家喜歡切地球的朋友 呵呵呵 可以抽這次的 黑金齁 欸 這是九康還是八康 有嗎 有嗎 這好像是九康耶 這樣是八康 完了完了 看不到 有啦 哈哈 有了有了 沒問題 紅哥的手轉還是那麼厲害 沒有啦 你轉珠也很厲害阿 相葉路逢 相葉逢起來 可以啦 我跟你講啦 不是我轉珠太厲害阿 這隊太猛啦 轉珠十秒 這隊必然十秒 太猛啦 對 我想放水也沒辦法 各位 他就是這麼猛 有沒有這個 轉珠有點小失誤也沒關係 我們轉珠十秒 超舒服 各位 哈帕斯要關喔 你說等一下有附加稅我消除嗎 不用啦 我們那個傷害也夠吧 OK啦 這邊就是 最後真傷開一開 送他下去了 咚~~ 行星模擬器 有點像 好 最後 最後爆發 開開 好 我們來拼一個 極限爆發 這隊的極限爆發 好嗎 光更新點一下 這邊就是光更新 一共是小五組嘛 一 二 三 四 五 剛好 我們就不用轉珠 然後再開個龍科 一線爆發 啊~~ 光 敵方是光外落敏 全部爆發 開下去 看看看看 最終爆發有多少 各位 龍文很難連啊 對 龍文有一點 不是 那麼 熟悉 平常都玩那個 平常都玩那個 平常都玩別的模式 平常都玩別的模式 一萬分都不到 蛤? 可以多練一點 我也差兩萬 沒問題 這模式還蠻到多練一點 欸 剛才有人說沒有破照 怎麼才破照啊 神照 可以啦 極限爆發 達成觀眾的心願了 觀眾是不是想看這個破照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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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